欸欸欸 媽 今天拜託 拜託得不好 拜託 哈囉 嗨 又到了我們說書的時候啦 對啊 這次我講話要慢一點 沒錯 上一集感覺我媽講話講太快了 然後我都沒有插入的機會 太久沒跟大家講話啊 對不對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點互動會比較好 這集我就要求我要聽 我最喜歡聽的感情故事 對啊 我今天要講這個感情的故事喔 實在是有點淒慘啊 怎樣淒慘 天才 天色 對對對 他姓圖 兩點水 再一個余天的余圖 這個姓很少 他來找我的時候呢 他已經是賣掉一個房子 離婚嗎 還沒結婚 還沒結婚就有房子可以賣 他家很富有 家爸爸媽媽留給他的 但他訂過婚 他一坐下我說 你以前訂過婚喔 是第二件事 第一個我說你被騙了 他講說我被誰騙 我說被男人騙 他說有啦以前啊 我說以前的訂婚不算 是你最近正在被騙 因為他來的時候 上面是一個黃顏色的 黃色是被騙 黃色在右邊喔 我還以為是灰色 沒有黃色 灰色是憂鬱 跟心情不好 你跟我吵完架也是灰色的 我跟你吵完架也是灰色的 我跟你吵完架也是灰色的 對你好厲害喔 這個詐騙一聽 這種故事一聽就是幾詐騙 他當時 他被騙已經兩年了 他被騙兩年了 有見過面了 你啊 我當然是說那個 小姐跟那個王 那個人的男生 那時候沒有這種 智慧型手機 都是用打電話 打電話 沒有見過面了 沒有見過面 一直說要見面 一直約在香港 最重要他還有去香港等他 然後沒有出現 說什麼 飛機搞錯時間啊 搞錯日期啊 就叫他 你怎麼認識的啊 網路啊 網路交友 他以前是 對對對 他就是網路 他說以前有 那個叫什麼部落客 部落格 他來找我的時候已經43歲 他嚮往結婚 也就是41歲就被騙了 那他來是做什麼 他其實來和婚耶 他來看事 對對他把那 我說 蛤你要和婚 他說他沒有中文名 因為他是老外 美國混香港 所以他會講一點國語 然後他有去學國語 問題是他的 英文名字寫出來 包括他的就是 國曆年月日 我說這個人 第一個 你講 有這個人 有這一回事 而且你寫的這一個 也不是他的出生年月日 因為你在寫的時候 一直跳動 被騙的顏色 黃色深黃淺黃 還有那個 一個火大火 像在著火一樣 我說哇你被騙了 他就一直說服我說沒有 他就不敢 他就不承認自己被騙 他根本不覺得自己被騙 對 而且他你知道他 你都沒有問說他賣掉這個房子 他已經匯了多少 他已經匯了就是 1500萬的台幣 給那男的 給那男的 那最近呢 他說他 而且那個男的是一個律師 所以他說他幫人家打一個官司 他有困難 是因為為了別人打官司 自己就被告 所以他要去紓困 陸續匯了三次 等於是1500萬 那最近呢 很難的就說 好不容易他要跟他結婚了 所以他來合婚 男的叫他去合婚 對沒有男的說要結婚 女的要來 女的要來合婚看日子 那他們都沒見過面要怎麼結婚 對 那我就說那你們要在哪裡結婚 他說還沒有說 那我說那怎麼結婚怎麼見面 沒見過面也都那個 就直接結婚嘛 他說對 反正他年紀也那麼大了 那沒有關係 他們很聊得來 我就跟他講 我說那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來打電話好了 打給男的 對我們現在用我們家電話打 他說不行 他有規定是幾點到幾點打 好奇怪 有規定幾點到幾點打 那你就陪他等到那個時間嗎 沒有 好我說那沒關係嘛 你從來沒有打打看嘛 那你現在打看會怎麼樣 然後打欸真的通了 然後問了 我說我們要找不入室 他說 不 然後反正就是沒有 接電話那個人也更好笑 還會講國語 我講說欸沒有欸 他講說欸你是哪裡打來的 我說喔我是從台灣打的 我幫一個圖小姐打一個電話 我們要找不入室 他說這裡真的沒有不入室 他說好巧我也好想台灣喔 我也是台灣人 然後我就說欸等一下我把他開婚去 我說欸你是台灣人喔 那你在這個房子的電話這邊住多久了 他講說我在這邊住兩年 那我說兩年前是誰住的 他說兩年前是那個人被抓了 像販毒吧 聽說最近出來了 最近 他說也不是 是之前被抓 然後呢是他搬進來的時候是正好出來 所以搬走了 那我對照一下時間我想說欸 那是不是就是他講的這一個 不入室 我說那你知道之前的房客叫什麼 他說完全不知道 那我說那沒關係 我說謝謝你講 那他怎麼在特定的時間打電話 對後來我就說那沒關係 我就說那我勸你就是 一則就是你不要看就是不要再匯款 這個是假的 你告訴人家講說沒見過面然後兩年 你會了一千五百萬欸 最近他家會兩萬塊美金 他要買什麼東西啊 他就說只要結婚 然後他就會去接他 他坐到紐約 他就會去接他 我說坐到香港都沒有人接你 你坐到紐約還得了 然後坐到紐約 然後他會把家什麼什麼都佈置好 我就說那沒關係 你相不相信 你有沒有拜拜 你有沒有信仰 他說有 他說他媽媽都會去他們附近的一個宮廟 去做義工 我說好 那我們在還沒有撲瓜的時候 你去跟關聖帝君搬一下 你不會看看 他就拿到那個木頭的那個 他突然就很難過的哭了 我說你為什麼那麼難過的哭了 他講說不知道 我突然站在這邊看到你們家的關老爺 還有拿到這東西 我全身發抖 我一直不舒服 很難過 他就一直哭 我等他哭了一下 我們這中間大概有十分鐘 後來就一直八個都是兩個 這樣蓋杯蓋蓋蓋蓋 連續丟八個 我說好那我們來撲瓜 撲瓜的也是一個砍掛 我說真的你這樣子的話 那沒關係 你用兩天去告訴他 第一個你沒有錢 第二個你生病了 然後你需要他來看你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跟他要錢 你跟他要錢 說之前那個錢是 你動用爸爸的 或又動用媽媽的 就告訴他 當天晚上沒有接 隔天晚上 他們在一個四十分鐘 談話的時候呢 他就有聽到小孩子哭聲 跟女生在罵人的聲音 他講說 誰跟你住在一起 他說沒有 他姐姐來他們家住 然後小孩也帶過來 然後他就突然就講說 你騙人 我已經知道一切的真相 這女生講 對 他說你怎麼知道呢 你知道什麼 亂講話他說 我知道很多 反正我有去查你就對了 我找我們台灣的最厲害的 那個真信色查 根本就是一個毒販被關過 那你這個太太 小孩都是你的 他突然就沒有講話 你知道嗎 但是很奇怪 因為他打的都是那個固定的電話 對 那怎麼會是那個什麼台灣女生接的 對 精彩就在這邊啊 對不對 他說你請請那個女生來聽電話 他說你憑什麼叫我請請那個女生來聽電話 他說那我要證明是你姐姐 他就一直跟他 因為他聽到那個女生 刮啦刮啦 在用英文罵人的時候 對著他後面聽到神經病 就是今天打電話的女生 對 就是兩天前我打電話的那個女生 原來 事實上來講 這個老外 他們是 他是他的太太 可是他不叫不露斯 他叫什麼 他叫威尼斯 他叫威尼斯 對他說 那個圖小姐說他叫威尼斯 他說他叫威尼斯 可是我講威尼斯 我也是這樣講 可是那為什麼他大概要說什麼兩年前搬走 什麼兩年前毒販這個故事 對 後來呢 他也是這樣子 他也來的時候 他也是問他說 問那個男生說 為什麼你明明就已經有娶到台灣的 就台灣人會講國語的台灣人 然後你還要來騙我 他講說 反正隨你怎麼講 他說那你把錢還我 你想錢當然會不會還 不會啊 不會還對不對 這個圖小姐 我那時候講說你真的很糊塗 結果呢他到隔天的中午 就按照我這個時間 我們那時候是也是大概十二點多一點的時候 結果他再打過去 他就說喂 那女生接的 對那女生接的 他說你會講國語我知道 他說哈囉 他說喂 我只要證明就是說 你是住在這個房子 不是叫布魯尼斯的這個人 是你的先生是嗎 後來他就 他說小姐你被騙了 然後那女生剛才 他老婆剛才說 對他說小姐你被騙了 這是我的先生 然後他真的 他一直在騙人 你不要再會錢給他 他不會改的 哇 對啊他聽了頭皮發麻天啊 他說 對他有兩個小孩 那些錢都在幹嘛呢 那些錢啊 在買毒販毒 也不知道 一定是嘛 反正你看那麼多錢 他說不是只有你受害 還有別人 他說你報警吧 你真的去報警吧 後來他真的有報警 胡小姐真的有報警 可是呢他就說也是講啊 怎麼怎麼這麼多人會在網路上 然後不認識的人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寄錢呢 然後你也沒有去確認 你說見過面有談過感情 那才會款啊 都沒見過面 然後也沒談感情 人家都說網路交友不可信 都是因為有這些糊塗蛋 對 其實 我這邊很多是網路 還打遊戲 你看那個林師兄他兒子啊 都打遊戲 追到老婆的也有 不是說網路不可信啦 只要你在山的確認 要匯款 要匯款一定要小心 認識的是怎麼樣的人 對 而且我覺得就是在談感情上面 如果在感情上面 他就先跟你借錢的時候 你要問他到底為什麼缺錢 就像你會問錢用到哪裡去 對啊 我常講說如果 會有攜關於人命關天 那你可以幫助他 如果沒有攜關於人命關天 我覺得真的我們只能講 就是不要受騙 他如果沒有來找我 可能還會匯款 那他有相信官生地均的杯 也有相信我抽的掛 然後他熟水的喔 他做的行業也對喔 他做什麼 他在化妝品公司上班 化妝水啊化妝品 他們家是投資加油站的 欸有也是啊 那很不錯 也很不錯 所以呢我覺得他有不錯的家庭 不錯的父母 不錯的生活 可是有一個不好的腦袋 很多很正規的那種婚姻介紹所 對不對 因為我們跟你介紹 我們至少他們家有幾個人 生活怎麼樣 爸爸媽媽做什麼 才不會你交往三年之後 這個爸爸在牢裡 媽媽是吸毒販 完蛋 OK 那這些故事就先講到這邊啦 祝大家感情順利 不要被騙 哈哈 大家心想事成 然後呢就是相信確認這兩個字 好喔 掰掰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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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地下 在這時期會 宽幅 人 人 全 這樣 快點 早